那么进入到福田以后 象群们吃喝旅行团 就面临着炎热还有酷暑的考验 监测队发现这两天 象群经常会在上午选择睡觉 养足精神以后 在下午出动翻山越岭去找吃的 他们的食谱还增加了一道 防暑降温的新菜 就是鲜嫩的树叶还有殃苗 美食往往在高处 从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 亚洲象监测队的无人机镜头 就可以看到 山大勾身前路漫漫 但这群大象很执着 翻山越岭都要吃上一口新鲜的 这个时候 这是云南松山茅举 孔宁草的生长季节 枝繁叶茂 特别是树枝上的嫩芽 在大热天正对象群的胃口 在头像的带领下 象群分成两路包抄美食 大象还是会学习各种食物 可能原来见过 反正没有这种食物 这是钢类河谷的一种地带性食物 它想尽量吃多种食物 尽量避免帮一些乱 它其实吃的种的很多 比如说呢 一些树皮啊 一些种笋啊 或者一些种树啊 就是吃各种各样的食物 我们现在统计到400种了 吃饱了 下一个节目就登场了 象宝宝今天表演的是 刚学会的新技能 卷杂草 两头爱开小叉的 他玩象 带来的是象牙公大比拼 吃也吃饱了 玩也尽兴了 象群围成圈 把象宝宝保护在中间 其中一头象宝宝 乖巧地躲在成像的脚下 享受清凉 安然入睡 专家介绍说 从目前的身体状况看 象群整体健康良好 特别是几头象宝宝和小象 都长胖了 长大了 加上最近大量农作物成熟 前方指挥部也适度减少了投食 像他在野外找的 这些食物下面起来 咱们投的这个食物 可能都是一些精饲料 吃时间长以后 似乎让他的肠味变得非常挑剔 有没有这样的担心呢 都不会 都不会 大象实际 进入实际能力非常强 我觉得这个不自离 这样一下就改变他的整个消化系统 我们也不专专就是长期的投胃 我们现在实际上还是控制食物投胃 好多有食物的地方 我们就建议比较投食